第五个问题 广大信众对台长的尊敬是否属于个人崇拜? 台长在全世界各地的巡回演讲中 每到一处便会受到当地和海外佛友的热情欢迎 经常可以看到数以千计的人群在机场、酒店、会场 家道迎送 感恩之声不绝于耳 心灵法门在全世界的弘扬 使无数人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佛法运用中 得到了令人惊叹的利益和转变 几乎每一位学习者都有多年顾及痊愈 疾病好转康复 家庭重获幸福 工作日益顺利的切身体会 大众从学习实践中不仅明白了因果天理 熄灭了称恨仇视 也获得了面对生活苦难的勇气 掌握了用佛法去化解苦难方法 并爆发出常人不能想象的精神力量 最终扭转命运 他们重获新生后发自心底的感恩和欣喜 是没有亲历过从人间地狱得到救度解脱者 永生都无法想象的 正如许多海内外佛友 在法会现场 博客等场合的 生泪俱下的现身说法 中毒滞胀的孩子恢复正常 吸毒成瘾的败家子重新做人 忤逆不孝的儿子悔过自心 濒临破裂的家庭重归于好等 他们就是处于社会底层 疾苦缠身的庞大人群 从绝望苦难中 找回幸福安宁的缩影 也是鼓励更多人 走上终身修行解脱之路的表率 也是诸佛菩萨垂帘众生 救苦救难的最好证明 因此大众真正感恩的 不是台长本身 他只是和所有人一样 是正在向佛学习的普通居士 大众感恩的是 他认识了佛法真理后 主动去克服人间万难 广发菩提之心 度尽天下有缘众生的 伟大愿力 是对他以及红发团全体成员 视人间的逆境和毁辱为云烟 终年无休地重复着机场到会场的 红发精神 是一个红发者 对自身的欢喜舍弃 和对苦难众生的无尽悲悯 试想 一个本来地位崇高 生活优渥的居士 发心受持菩萨三具境界 一 菩萨地持经 要求广行饶益众生 又用牺牲健康 透支生命的代价 为宿美平生的人解除苦恶 以红发育人为己任 而不是将其作为谋取名利的工具 只有真正的菩萨道行者 才能完全做到 另外 大众只要愿意听闻佛法 改恶向善 台长从不分别对方的身份地位 全世界近三万弟子中 有功名成就的科学家 专家学者 有地位显赫的官员 也有穷困潦倒的普通人 甚至曾经作恶多端的人 而且任何人学佛和拜师 都不需要花费一分钱 包括演讲会门票 餐饮 经书 佛像等等 正如大众深深的敬仰 诸佛菩萨一样 不是感恩一尊塑像 而是感恩他们心中的 无尽慈悲和闻生救苦的愿力 大众敬仰高僧大德 古圣先贤 一切为众生解脱修行的法师们 感恩的不是身份 而是他们身上体现的坚韧无畏 为众生解除苦难的付出 感恩的感恩 谢谢大家